我们会有清醒的一天 行过了跟他就无二无别了 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佛说得好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振抖 我们的病就病在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 这个东西害了我们 使我们迷失了真心 迷失了本性 这个才真正知道 大圣大谢 祝福菩萨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教诲是从真心里流出来的 决定没有加丝毫意识在 意识就是忘心的 不加丝毫意识就完全没有忘心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我说了十个字 形容我们的真心本性 从这里流出来 所以 圣行的教会 佛菩萨的经教 都是自己真心本性里面 本来具足的 不是别人的 不是从外头来的 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这一层 你自自然然 欢喜接受 为什么呢 不是别人的东西 我念儒书 不是孔子的 是我自己心性里面 我读佛经 不是释迦摩尼佛 是我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经历 跟圣迦摩尼佛所说 无二无别 那我就情愿去接受了 这是四十真相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 心大力 种大福 要在哪里种呢 如果对于现实社会里头 种种状况 你都能够了然 都能够明白 你就晓得 旧人无过于 消除他的错误之间 谢谢 注意 注意 感谢观看